在越南过五一啊 男人没去啊 在家里劳动了啊 今天晚上带他出来吃碗面啊 这边有个夜市很漂亮 胡志明市的夜晚 是一片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璀璨星空 当夜幕降临 这座城市仿佛被施了魔法 展现出其独特的夜生活魅力 在这里你可以漫步于繁华的街头 感受着热闹的氛围 酒吧里调酒师熟练地摇晃着手中的调酒剂 一杯杯色彩斑斓的鸡尾酒 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夜市上琳琅满目的美食让人垂涎欲滴 各种特色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推荐你去范武老街 那里是胡志明事业生活的中心 喧嚣与热闹在这里交织 灯光闪烁的酒吧 充满抑郁风情的音乐 让你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还有西贡河岸边 欣赏着璀璨的夜景 感受着微风的轻浮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体验 体验胡志明事的夜生活 就像是开启了一场充满惊喜的冒险 每一刻都充满了激情与活力 西贡河边的夜市 有越南乡村的特色美食 各种各样 来越南旅游一定要品尝一下 1.越南春卷 晶莹剔透的外皮裹着丰富的馅料 蘸上特制酱汁 清爽可口 2.越南河粉 经典美食 汤鲜味美 河粉爽滑 3.干蔗虾 将虾泥包裹在甘蔗段外面 油炸后既有虾的鲜美 又有甘蔗的清甜 4.越南煎饼 有各种口味可选 外皮酥脆 内馅丰富 5.越南滴漏咖啡 独特的冲泡方式 浓郁的咖啡香让人回味无穷 越南是世界第二大咖啡产地国 星巴克的咖啡豆产地也是越南 越南有可能是拥有咖啡店最多的国家 咖啡店满大街都是 是休闲聚会的好地方 我老婆在胡志明 开了一家带儿童乐园的咖啡店 只要是节假日或者周六周日 都是客人爆满的 五一这几天 我们店铺照常营业 小花给了员工加班费 过节这几天 每个人每天150元人民币的加班费 对于越南这个低收入国家来说 已经很高了 过几天是小花生日 我带她去泰国转一转 拍点漂亮的照片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记录真实生活